多米诺营销布局打造你的吸金模式 这个视频没有以具体的行业为案例 因为它适合很多行业 但可能理解起来会有点复杂 请多看几遍并收藏起来 酷鹰为企业营销裂变提供技术赋能 我们先看一个视频 一个多米诺骨牌的视频中 有一个外国人把指甲盖大小的骨牌 放到了骨牌的最后一块 然后推倒 我们可以看到骨牌 随着小骨牌的推倒 前面一块块大骨牌 逐渐被推倒 直到最后推倒了最大的那一块 那么商业模式设计中也一样 都是通过布局 把每个环节都搭建起来 最后形成一个能吸金的商业多米诺布局 以达到你的最终目的 而营销的设计 也是根据客户的需求定位 设计它想要的价值 通过诱饵吸引它走出第一步 如观看一个视频 扫一个二维码 参与一个活动 以达到建立信任的目的 然后再次通过设计 在客户的意识中 直入高价值低价格的感觉 用产品进行成交 让客户进一步体验 你的产品货服务 当客户对你的满意度很强时 开始进行下一步推动设计 比如先收钱 后提供产品货服务 锁定客户 锁定未来收益 客户为什么要先交钱 比如买彩票 今天你给我两元 我给你一个 明天可能会获得500万的机会 再比如坐车这件事 订票晚了 不但没有座位 价格却要和坐票一样 既然要上车 不如早买票 价格不但有优惠 还可以有理想的位置 所以通过营销设计先收钱 已经是现代商业模式的常态 也是你品牌的价值所在 当你有了品牌 有了谈判的资本 就来到了营销模式的上一个层次 商业模式 这是你的重点布局 是通过品牌资源整合 别人的客户就是你的客户 别人的资源就是你的资源 这时已经从卖产品 转化为卖项目 卖时间 卖空间 卖未来收益 在商业模式之上 还有一个金融模式 金融模式可以帮助你 更好切割项目 切割时间 切割空间 切割未来收益 整合产业链 最后请你思考一下 你怎样打通营销模式 商业模式 金融模式 进行多米诺营销布局呢